去年呢,给这台苹果6SP装了一个小米的路由器天线 WiFi效果非常的好 有粉丝留言说,能不能给路由器天线延长 今天咱们尝试一下 准备一条15米长的信号困线,大概20元钱 接下来拆解路由器 4颗螺丝 这个路由器有4个天线 两根2.4G,两根5G,精好的存储器,南亚的缓存 这个网络主控芯片看不到,粘得非常结实 这面分别是2.4G和5G的收发芯片 上面这两条灰色线,负责2.4G 这两条黑色的,负责5G频段 咱们给2.4G的延长 拔下2.4G天线 然后拔下天线 好,天线拔下 还有一个座 座我也得要着 拆开天线看一眼 两个削丁 完了,丢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天线的底座 拉出它的天线阵子 WiFi天线的天线阵子 这个根部呢,用了热锁管 这条窥线里面的信号线呢,接到了阵子上 然后这里是地线,连接所有的屏蔽层 圆样塞回去就可以 延长窥线 我还单独买了一个小转接线 一代IPEX连接座 SMA,母头,内孔 可以和延长线对接 扣在2.4G Wi-Fi频段的连接座上 刚好合适 现在唯独耽误事的是孔有点大 那么从今给它打一个 先用小钻头 再用大钻头 打好了 现在可以完美的伸出来了 放上垫片 放上罗姆 机器内部改装完成 四条腿变三条腿了 装回外壳 装回螺丝 现在看着有点不睡俩了 接下来就是将它的原机2.4G频段 WiFi天线 连接到延长线上 用烙切焊接了 屏蔽层 信号线 撬开插座的包裤呢 就可以拔出信号线了 中间是信号线 外面是屏蔽层 这里直接焊在一起 焊之前套上热缩管 小的 大的 信号线 信号线焊接完成 套上热缩管 然后接上屏蔽屏蔽 屏蔽屏蔽焊上一点就可以 热缩管 连接完成 改装也完成了 现在这就是它的延长天线 可以接到主机上 哪里信号不好呢 指哪里 接下来咱们测试一下 宽带和供电呢 已经接好了 路由器放在小屋 先去车库 测一下正常情况下的 WiFi信号强度和网速 这个车库里呢 信号一直不好 车库里的角落 这才玩 信号两格 这个车库呢 全是铁皮的 屏蔽信号比较厉害 测一下速度 下载速度 0.79兆 比特每秒 非常的差 接下来把延长天线 拉过来 15米这么长了 延伸到车库里 随便放到封档上吧 信号满满的 测试一下速度 这个测试过程中 信号也是满的 相同的位置 下载速度已经达到69兆 比特每秒 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实测路由器天线呢 是可以延长的 比桥接和中计呢 省钱 刷一下短视频 这个软件 非常的人性 上来就是美女 暴露了男人的三大本性 贪财好色 催牛 程度不同而已 不承认的 就是又在催牛了 刷短视频呢 也不卡了 效果非常的好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非常好用的延长线 你们学费了吗 然后 然后